完成交接應信之後 五位新任分局長高舉右手 宣誓就職 花蓮縣警局 九號舉行警察幹部交接儀式 而這次的人事大調動 也是花蓮首帝 除了局長副局長之外 從縣警局督察長和主任秘書 到轄區內的五個分局 分局長也全部換人 總共有九名高階警官異動 其中局長呂世民則是從警政署公關室 轉調花蓮擔任局長 具有地方到中央的豐富之力 現場則期許新的人事佈局 能夠持續穩定花蓮治安 期許我們所有的各分局的同仁 都能夠協助 讓我們新到任的分局長 能夠趕快進入工作的狀況 由於日前 花蓮出現多起藏匿毒品 違法種植大麻 以及改造槍支等刑事犯罪事件 現場也希望花蓮陷阱局 能夠為地方鄉親保住地方治安的防線 保障人民公眾安全 原則新聞 網民加入Beats貨電視採訪報導 本身分為地破損 可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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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蓮